游戏突然变得性命攸关 更要冷静面对了 下池率先打破了僵局 提出了关键的问题 你们谁碰到过对手了 1号和3号这才反应过来 开始诉说各自遇到的情况 走中路C路线的3号运动女 使用了C1点之后 来到C3 发现复位器已经被使用 于是第一个号进了时间爆炸 B路线的1号 在发现B3点复位器被使用后 继续跑到了B2 发现B2也被使用了 而诡异的是 大家都没有碰到过任何一名对手 此时1号瘦若男开始了自己的分析 离对面进的复位器被使用了 证明对手一定是存在的 三路都被封锁了 说明他们也是分开走的 既然这样 那么目前找到对手 并且跟他们交流才是最重要的 下池跟3号运动女表示赞同 于是下一轮的跑法 就是堵住所有路线之后 再拐弯堵住对手的来路 这样最起码可以抓到一个对手 休息时间到 按照1号的计划 1号停在B3 3号拐弯路过C2后停在右侧中间点 2号下持拐弯后停在整个场地的中间点 1号瘦若男来到B3后 向C2和B3的中间点望去 等待3号运动女与对方遭遇 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声清脆的爆炸 下持这边奋力跑到了场地正中间的点之后 也跟1号一样听到了3号那边清脆的爆炸声 爆炸过后一切归于平静 没有继续传来爆炸 也就是说3号还是没有遇到对手 没过多久 远处的1号也传来了爆炸的声音 依然只有一声 只有自己团队的人在爆炸 下持似乎明白了什么 重生后的三人再次得到系统通知 游戏失败 场地15分钟后重驰 眼看积分越扣越少 愈发紧张的局势反而激发了下持的灵感 对手很可能跟我们处在两个场地 复卫器却是共享的 这样就阻断了两对交流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只能依靠战术来突破对手的封锁了 那么最直接的突破方法 就是3号运动女在10分钟内从中路 从C1直接跑到终点 然而10分钟内要跑2.9公里 3号表示自己不是专业运动员 实在难以做到 强攻不成 那投降呢 经过讨论发现 如果再输一局 三人的积分还都可以保持在正数 为了最快结束游戏 投降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那就这么办吧 投降也要有策略 三人集体走A路线 不使用A4点 给对手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获得胜率 怀着这份认输的心情 三人再次出发了 然而这一次 在A4点却出现了灵异的一幕 三人终于亲眼目睹了 复卫器是如何被对方使用的 只见复卫器的电线 竟然自己飘了起来 按钮也被啪地按下 随后机器变成了遗食人状态 随着三声熟悉的爆炸 又回到了熟悉的起点 游戏依然没有结束 想认输都不可以 下池的队员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还剩0.5分 再输一局 下池就将被踢出游戏 直接淘汰 还好 有了前面这么多局的经验 这个游戏场地的真相 也渐渐浮出水面了 漂浮的充电线 说明对手跟自己是处在同一个场地的 认输也无法结束游戏 每次下池队全部爆炸回到起点 系统就立刻宣布游戏失败 种种迹象表明 场地里自始至终 其实只有下池队一个队 对手应该是一群虚拟人 既然游戏叫做团队对抗赛 而不是团队解密 那说明对手虽然是虚拟的 但也是玩家 那么玩家从哪里来呢 只能是第一局游戏 第一局游戏并不是试跑 而是制作虚拟人 以后每一局对手将会按照 玩家第一局游戏的跑法来进行 分析出了对手是谁 接下来就该思考如何突破了 第一局的跑法缺陷在哪里呢 一号瘦弱男跑得慢 三号运动女跑得快 该如何利用 如何才能战胜第一局的自己 最终下池给出了一个 考验大家极限的方法 关键有两点 一 让三号保持最大体力 二 在对方之前抢占A5点 最终的方案 三人集体走A路线 下池背着三号 为了节省时间 A1点放弃 直奔A2点 复位之后 一号拐弯 沿着最近的路线直奔A5 下池背着三号直到A4 之后三号独自前往A5 用A5点的复位器复位后 全力跑完最后的三段 2.4公里 冲向终点 那么问题来了 一号要如何在三号到达A5之前 防止虚拟人用掉A5的复位器呢 难道把复位器藏起来吗 没错 一号到达A5之后 扯断充电线 这样虚拟人就无法完成充电的动作 之后远离复位器 并把充电线放在背后 防止爆炸时损坏 偷点就算成功了 计划确定 该是实际操作的环节了 一号为了抢占A5 下池为了背三号 都跑得精疲力尽 先后爆炸腿肠 最后来到A5的三号 看到地上爆炸的痕迹 和那段保存完好的充电线 虽然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爆炸的他 还是为之动容了 没想到在端脑游戏里 竟然还能碰到这样愿意相信队友 牺牲自己的玩家 三号其实曾经真的是一个 想成为职业跑者的人 然而艰苦训练了多年的他 却被教练一句简单的 没有天赋而放弃掉了 这次的2.4公里 就像是他的救赎之旅 还有人在等他 还有人没有放弃他 这份信任支撑住了他 最后一秒 极限到达终点 游戏胜利